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讲了六条 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条首先问大家 可以考多选题不 可以 考过三次多选题 离我们最近的一年是哪一年考的呢 2014 离我们最近是2014年考的 隔了好多年了 对吧 我们得会 好 那么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遍 这是我们编制成本计划 对吧 编制成本计划 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合同 要考虑吧 要常识吧 对吧 第二条呢 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我建议同志们 把这个第二条 打上着重号 为什么 它容易出错 我就问大家 我编制成本计划 这个依据里面 是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还是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我们第一章就给大家讲了 对吧 有个规划大纲 有个实施规划 特别容易混淆 对吧 规划大纲是投标用的 对吧 实施规划呢 是项目经理组织编制的 用于指导施工的 实施规划是指导施工的 对吧 那我们这里编制成本计划 我要考虑的因素 应该是项目管理什么 实施规划 它是指导施工用的 对吧 不是规划大纲 对吧 这个细节容易出错 要小心 好 对吧 另外呢 编制成本计划的时候呢 我要看相关的设计文件 编制成本计划的时候 我看一下图纸 是不是常规操作呀 对吧 我还在考虑 价格信息 对吧 价格信息干什么用呢 控制价格的呀 对吧 我还要考虑定额 定额做什么用呢 定额是控制量的呀 对吧 我们前面不是跟他讲了吗 怎么控制成本啊 一个是量 一个是价 对吧 那我们编制成本计划呢 要考虑定额 控制量的 要考虑价格信息 控制价格的 对吧 这都很好理解 对吧 另外呢 要参考类似项目的资料 要考虑以前的经验 对吧 好 那么 承办计划的编制依据啊 这六条是这样的啊 能考多训理 这六条呢 大家要能记得住 那当然更好了 对吧 如果是太多了不好记 你要是先太多了不好记的话 我就建议你这样来判断 啊 在这六条边上加个注释 不能包括业主方文件和资料 但是设计文件除外 就成本计划的编制依据啊 不能包括业主方文件资料 但是设计文件除外 就我们这个考点呢 初期的套路都一样 怎么考呢 用业主方文件 业主方资料 作为干扰项 作为错项 看一道立体 工程项目施工成本计划的编制依据 有 投资估算 对还是错误 当然是错误的 为什么错误呢 你这啥计划啊 成本计划 谁编制的 什么人说成本的 施工当位说成本 施工当位编制成本计划 对吧 你这啥 投资 谁说投资 业主方啊 建筑单位说投资 对吧 投资估算 是业主方 在做可行性研究的时候 编的一个文件 对吧 它和我们施工当位有关系吗 你作为施工当位的项目经理 你会关心业主方的投资估算吗 我问他这边 这个投资估算和我们施工当位有关系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吧 所以说 他的业主方文件资料 他就不对 错不了 啊 B 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是规划 大纲还是实施规划 实施规划 他指导实工的 我们编制成本计划要考虑 对吧 啊 C设设计文件 C设设计文件 也是啊 业主方提供的资料 刚才讲了 设计文件要除外 为什么 因为我编制成本计划的时候 我看一下图纸 这是常规动作 对吧 设计文件要除外 啊 价格信息 控制价格的 还有定额控制量的 对吧 啊 一 施工招标公号 这谁的文件 招标方 业主方的文件 对吧 所以考虑考虑 同志们就一种考法 用业主方文件资料 作为干扰项 作为错项 啊 好 但是设计文件要除外啊 下面呢 我们成本计划的编制程序 成本计划的编制程序 是这样的啊 书上写的很吓人 但是呢 我们考试要求很低啊 成本计划的编制程序 我们教堂呢 写了个123 写了个123456 首先啊 书上写123的三条 不要求 肯定考不了 没法考啊 那么下面这个123456 啊 123456 就成本计划的编制 应该符合的程序 这123456 对吧 有多少 那这六条 可以考次序 是可以考次序 但是呢 他在我们国内 这门课里 这么多年来 没考过 就不好出题 啊 所以说呢 我是对同志们的要求啊 就是成本计划的 这个这个编制的程序 算不是写六条吗 前四条打个花号 啊 前四条打个花号 写上一个字 读书的读 读一遍了解一下 是可以考 但肯定不是重要考虑 对吧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遍吧 对吧 我们编制成本计划 首先 预测 然后 确定总成本目标 然后 编制 总体成本计划 对吧 先预测 再目标再计划 第四条很长啊 对吧 第四条 又长又啰嗦 我们给大家浓缩一下 就四个字 成本 分解 成本的分解 就你这个目标计划 你要分解到 分解落实到具体的部门 或者个人 对吧 就是成本的一个分解 好 所以呢 这个知识点啊 了解一下 进讲办 全面复习 对吧 咱们了解一下 下边考虑呢 按成本组成 编制成本计划 按成本组成 编制成本计划啊 这个 两个地方可以考 啊 两个地方可以考 第一个可以考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 书上这个 标题下第二载论 施工成本 按照成本构成 可以分解为 按照成本构成 分解为人才机 和企业管理费 对吧 分解为人才机 企业管理费 那么这句话呢 他在我们管理 什么课考的就多了 我们管理这部东西里面 这句话考过七次 考过七次 离我们最近的一年 是2019年考的 对吧 这个咱就得记一下 对吧 看2019年的考试题 对吧 施工成本 按照构成要素 可以分解为 可以怎么分解啊 按照成本构成 怎么分解 人才机 和企业管理费 对吧 带一个选递 好 这是第一个可以考核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可以考核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教材上这个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构成 这个大图 就是我们教材上 兼费的构成 兼费的构成这个图 可以考 这个图你的科技上也没有啊 我们科技上没做摘录 为什么呢 我说明一下 因为 这其实不是我们国安理 这门课的内容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构成啊 它应该是我们工程经济 这门课的内容 对吧 它应该是我们经济 这门课的内容 我们管理 管理这门课 有给他讲啊 有给同志们解释 加烟费的七个要素 有解释吗 没有吧 对吧 那这个图呢 偶尔他也考 对吧 有些说那我这个学习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 是这样 如果你今年既考管理又考经济 对吧 那么我们教材上建筑安装工程费的构成这个图 建筑的构成这个图 你就把它当作不存在 不用管它 也是 主要是 我今年只考管理 不考经济 对吧 因为考经济里面 这图你这样就会了 对吧 说我今年只考管理 我不考经济 那咋办呢 如果你只考管理 不考经济 我们教材了建安费的这个图 建安费的组成这个图 它都是我们国理人门课 也不是重要考理 也不是重要考理 这个图 在我们国理人门课程里面 考过三次 我再说一下 2016年考一次 2018年考一次 2021年考一次 去年已经考了 它都是我们管理人门课 22年的考试 应该说不是重要考理 对吧 有些是朱老师 那万一考到了呢 对吧 如果你要这样问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这么来处理 对吧 你担心万一今年再考一次呢 我就建议大家 注意这个建安费构成里面 哪几项呢 材料费 企业管理费 规费 材料费 企业管理费 规费 那么企业管理费 有些朱老师 说起来太长了 记不住 企业管理费 我说的 常考的这几项 你关注一下就行了 对吧 工具用具使用费 劳动保险 职贡福利费 劳动保护费 减实验费 另外呢 下面还有一个城市维护计论税 教育费 地方教育负加 我说的这几项 你 注一下就行了 好 看我们21年的考试题 下列应该进入企业管理费的事 对吧 哪些应该进入企业管理费 对吧 固定自然使用费 对吧 管理软工资 工具运作使用费 材料采购保管费 这应该进入材料费 对吧 规费 那肯定不对了 对吧 答案去ABC 去年的送分题 再说一下 建安费的构成 这是我们22年的考试 不是重要考点 好 下面呢 我们看啊 按下面结构 编制成本计划的方法 按下面结构 编制成本计划的方法 书上也写了半页 两个细节 请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个 那么第一个可以考的呢 就是我们教材上这个图 按结构 分解的 就是我们成本 按结构分解的这个图 可以考 考什么呢 在图的边上写上 考分解次序 考分解次序 那分解嘛 肯定是从大到小的分解 对吧 从大到小的分解 单向 单位 分布 分项 对吧 考分解是 单向 单位 分布 分项 这个图呢 考这个次序 看着比较简单 但是呢 有 据我了解 有一个地方 很多同志会在这犯错误 我就 我就问成了吗 是单向工程大 还是单位工程大 是单向工程大 还是单位工程大 据我了解 有不少同志都会回答 单位工程大 这可不对啊 请注意啊 单向工程是包括单位工程的 对吧 为什么有同志会说单位工程最大 因为受我国一些规定的影响 对吧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规定啊 验收过 验收过程中 最大的对象就是单位工程 对吧 我们算造价的时候 是按照单位工程及造价汇总的 对吧 但是在我们这里啊 不是质量验收 也不是造价汇总 我们这里是 成本分解 单向工程是比单位工程大的 单向 单位 分布 分项 好 那么下面一个细节呢 就是我们书上啊 这个表格下面的第一行 在编制成本支出计划时 要在项目总理层面考虑总的预备费 也要在主要的分项过程中 安排实际的不可预计费 啊 下面总理层面 要安排一些预备费 来应对一些意外事件的 对吧 好 那我们要求同志注意的细节呢 就一个小问题 我问大家 是不是每一个分布分项工程 我都要安排不可预计费用啊 不是 只有什么 主要的分项工程 我们才安排 不是每一个都安排啊 只有主要的分项工程 我们才安排 一个小的细节 好 我们看看例题 对大众性项目来讲啊 按项目组成编制施工成本计划时 总成本分解的次序 从大到小 其分解 分解嘛 肯定是从大到小 对吧 怎么分解啊 单项 单位 分布 分项 答应选A 对吧 单项工程是包括单位工程 好 我们再看个例子 这是我们2012年的考试题 这个事情呢 就有一定灵活性了 我们就来看一看 某施工企业 将其承接的高速公路项目的目标总成本 分解成为桥梁 隧道 道路 等指向 请问 这是按什么分解的 将高速公路的项目的成本 分解为桥梁隧道道路 这是怎么分解的 按成本组成 按照项目结构分解 按照工程类别 还是工程性质 答应该选B 对吧 这怎么分解的呢 按项目结构分解的 对吧 这实力就很灵活 这就是把单项工程分解为单位工程 把单项工程分解为单位工程 什么叫单项工程 单项工程强调 能够独立发挥生产能力 这叫单项工程 比如说一条高速公路 对吧 它能够独立发挥生产能力 这就是个单项工程 对吧 那什么是单位工程 单位工程强调的是 独立的施工条件 独立的使用功能 这叫单位工程 对吧 你比如说 高速公路上的一座桥梁 是单项工程 还是单位工程 它应该是个单位工程 这个桥梁具有独立的施工条件 能够独立的使用 对吧 它这个单位工程 它能不能独立发挥生产能力 不能 它只是我们这个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对吧 好 所以这就是把单项工程分解为单位工程 对吧 是个很灵活的一道实体 好 下面呢 我们看啊 按实施阶段编制成本计划的方法 首先呢 是这个B2的下第二行 按实施 进度 编制施工成本计划 通常可以在控制项目进度的 网络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得到 就是我按进度编制成本计划 按进度编制成本计划 要利用什么呢 要利用 网络图 对吧 啊 要利用网络分析的结果吗 对吧 这句话呢 单独考是考不了的 但是可以在综合体里面作为一个凑数的选项 好 然后呢 我们接着看这一则断 我们接着看这一则断啊 倒数第二行 有这么一句话 在编制网络计划时 应该在充分考虑 进度控制 对项目划分的要求的同时 还要考虑确定施工成本支出计划 对项目划分的要求 做到 两者兼顾 对吧 一个小的细节 两者兼顾 是哪两者 两者兼顾是哪两者 我既要考虑进度控制的要求 还要考虑成本支出的要求 两者兼顾 也是只能只能在综合体里面凑数 好 在下面的一段 在下面的一段第二行 其表示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十秒网络图上按月编制成本计划指方图 还有一种是时间成本 累积曲线 这是我按照进度来编制成本计划 有两种表示方式 对吧 一种是十秒网络图上按月编制 另外一种是时间成本累积曲线 什么是十秒网络图上按月编制 什么是时间成本累积曲线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后面会给同学们解释 就这句话来讲 就这两种表示方式 这句话来讲 他能不能考呢 能 单独考考不了 可以在综合体里面考 所以这句话 我们也是要求同学们要会的 好 翻译 下面一个知识点 就是我们时间成本累积曲线的 或者是步骤 时间成本累积曲线的 或者是步骤 我们教杂的写 一二三四这么四步 对吧 一二三四这么四步 只不过教杂的写的比较啰嗦 对吧 教杂的写的比较啰嗦 我们给大家浓缩一下 编制时间成本累积曲线的步骤 第一步 确定进度计划 编制 恒大图 对吧 确定进度计划 编制恒大图 好 我们要利用网络分析的结果 来绘制这个横道图 对吧 第一步 第二步呢 计算单位时间的成本 计算单位时间的成本 在识别网络图上 按月编制成本支出计划 第三步 计算累计支出成本 第四步 绘制 S型曲线 对吧 这四步 可以考次许题 可以考次许题 但是呢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啊 这是我们二二年的考试 应该说 不是个特别重要的考虑 可以考 但不算特别重要 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理由就是二一年考了 看我们二一年的考试题 二一年的考试题 就我编制时间成本累计曲线的步骤里面啊 我算这个 紧接着 紧接着啊 计算 规定时间 计划累计支出成本额 之后的工作室 就什么意思呢 就累计支出成本 我已经算完了 那下面干什么呢 那绘制S型曲线 对吧 所以单一个曲C 好 所以这个程序啊 了解一下 那么这一页内容 对于我们二二年的考试 我们要求同志们掌握的是 这一页 这两个图 第一个图呢 这是我们10B2的图上 二月编制成本计划 对吧 好 什么叫10B2的图上 二月编制 它在我们考试里面怎么考的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呢 请大家 在这个图的边上加个注释 在这个图的边上 你加个注释 啊 什么叫10B2的图上 二月编制 按照横道图 按照横道图 或者按照时标网络 计算 每个月的成本 就是时标网络上 按月编制 好 好 我们看一看一条例行 某分布工程成本计划数据给了第五周的成本是多少 我们这道题是以周 以周作为单位 作为时间单位 对吧 大家看 在我们第五周 对吧 第五周 有哪几项工作 厂力拼证有没有 没有吧 土翻开挖有没有 有 基础电层有没有 有 荒利土交注有没有 有 对吧 土翻会电有没有 没有 对吧 第五周三件事 土翻开挖基础电层荒利土交注 对吧 土翻开挖每周 多少钱 30万 对吧 基础电层每周 45万 对吧 互利土交注每周 80万 所以我们第五周的成本是多少 你把这三项加起来就行了 打选币 对吧 我就问大家 这道题有难度不 这不是不看书也做得对啊 对吧 没有任何难度 对吧 他给了个横道图 首先我们要确定 根据横道图 这个月有几个工作 每个工作花多少钱 一加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实验网络上 按月编制 对吧 好 那么这道题呢 给出的是横道图 应该说是没什么难度 如果要出稍微有一点难度的事 这道题的话 他给出的就是实标网络 给出实标网络 怎么解题呢 思路都一样 你根据实标网络确定啊 我们这个月有几个工作 每个工作花多少钱 一加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实标网络上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实标网络上 按月编制 对吧 这是根据横道图 或者根据实标网络 计算某个月的成本 对吧 好 下面呢 我们接着看这页的第二个图 就时间成本累积曲线 就是我们S型曲线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图呢 要求同学们搞清楚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什么叫累积成本 什么叫累积成本 肯定有同学说 说顾老师 累积成本吗 就是加 没错 怎么加呢 对吧 我一般建议同学们 这样来把握 什么叫累积成本呢 在这个图的边上加个注释 累积成本 就是截至到 目前这个十点的总成本 什么叫累积成本啊 就截至到目前这个十点的总成本 就截至到目前这个时刻 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 这叫累积成本 好 你看啊 我们这个图 第一个月累积成本多少 一百万 对吧 前两个月累积成本多少 三百万 这个三百万是怎么来的 第一个月的一百万 加第二个月的两百万 对吧 好 前三个月累计六五零 对吧 六五零怎么来的呢 前两个月的三百万 再加上第三个月的三百五十万 对吧 所以什么叫累积成本 就是截至到我们目前这个十点的总成本 搞懂了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累积成本啊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时间 成本成本累积水平啊 这个累积成本 累积成本 它在我们考试里面 可以考计算 还可以考图形判断 好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看我们的考试题 某项目施工成本计划 给了啊 这也是个横道图 对吧 五月末 计划累计成本之数是多少 就截至到五月末 五月末啊 我们计划累计成本 什么叫累计成本 就截至到目前这个十点的总成本 截至到目前这个时刻 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 对吧 那么这到底呢 要算五日 截至到五月末 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 咋算 加呀 把这五个月 我们花的钱 全加一块就可以了 对吧 自己回去做一下 加法认算 对吧 这个事情呢 怎么说呢 出的 比较矮板 应该说没啥水平 对吧 自己加就得了 如果考的稍微灵活一点 考的稍微灵活一点 我们看2015年的考试题 2015年的考试题 这个横着呢 是时间 纵着是什么成本呢 累计成本 对吧 累计成本 问你啊 四月份的成本是多少 四月份的计划成本是多少 好 大家看 前三个月 累计成本是多少 750 对吧 前四个月 累计成本是多少 1150 对吧 那我们四月份的计划成本呢 四月份的计划成本 就是1150-750 对吧 就是1150-750 答选B 对吧 这是累计成本可以考计算 考计算应该说是比较简单 另外还有一种考法呢 还可以考图形判断 我们也给大家说明一下 大家看啊 我们这个时间 累计成本曲线 画出来一般都是S形上的曲线 对吧 好 大家看我这个S形曲线画的对不对 我这S形曲线画的对不对 我这个S形曲线画 行不行啊 这不也挺像S的吗 行不行啊 那当然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累计成本 是截至到目前这个时刻 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 对吧 它有什么特点呢 累计成本只会越来越大 对吧 是绝对不会有下降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曲线画的就不对 对吧 2013年呢 还出了个这样的实题 2013年的考实题 横轴是时间T 纵轴是什么 是我们这个累计成本 是这个累计成本 好 它的曲线是这个样子 这是第一阶段 这是第二阶段 然后问你啊 这是第一阶段 这活干的快还是慢 第一阶段的活干的快还是慢 应该干的快 为什么 成本快速增加 是不是 成本快速增加 活干的很快 对吧 第二阶段呢 第二阶段呢 你看是不是 基本停工 对吧 现在简单的图形判断 咱也得会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下面一阶段 下面一阶段呢 第二阶 因而S型曲线 必然暴露在全部工作 由最早开始时间开始 和全部工作 但最迟必须开始时间开始 所组成的西洋交图内 下面经理呢 可根据编制的成本支出计划 合理安排资金 同时呢 下面经理也可以根据筹资金 调整S型曲线 即通过调整 非关键路线上 工序项目的最早 最迟开工时间 你增加实际成本 控制在计划的范围内 很长的一段文字 很啰嗦 两个地方可以考 两个地方要求他们注意 第一个 要求他们注意的细节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相交图 相交形曲线 是由哪两条S型曲线组成 就这个相交曲线 是由哪两条S型曲线组成 我们给大家画个图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就是我们绘制这个S型曲线 时间累积成本曲线 绘制这个S型曲线 我们可以画两条 如果我所有工作 按照最早开始时间安排 所有工作都按最早开始时间安排 我可以画一条 S型曲线 这叫ES曲线 我们第三章网络 大家学到自然就会了 对吧 工作有六个控制参数 有最早开始 最迟开始 对吧 所有工作都按最早开始时间安排 画的S型曲线 叫ES曲线 对吧 如果我所有工作都按最迟开始时间安排 我也可以画一条S型曲线 叫做 LS曲线 对吧 按最早开始画一条 按最迟开始安排画一条 两条合在一块 叫香蕉型曲线 大家看是不是像香蕉 对吧 香蕉型曲线 所以说第一个要求 从他们掌握的细节 就这个香蕉型曲线 是由哪两条S型曲线组成 ES LS 对吧 咱们会 好 第二个要求 就是他们注意的细节呢 就是 我们项目经理啊 怎么调整这个S型曲线 来控制成本 项目经理怎么调整这个S型曲线来控制成本 调整非关键工作 最早最迟开工时间 学完了第三章第三节 大家都会知道 非关键工作 都是有时差的 对吧 我利用非关键工作时差 把非关键工作往后推迟 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 对吧 我利用非关键工作时差 把非关键工作往后推迟 请注意 它不会影响工期 但它会影响成本 对吧 这项目经理啊 怎么调整这个S型曲线来控制成本呢 调整非关键工作 最早最迟开工时间 好 这是这一节 我们需要同学们注意的 这一段文字啊 我们需要同学们注意的这两个细节 看看例题 2019年的考试题 S型曲线 必然被暴露在 什么曲线所组成的香蕉图内 对吧 题杆也特别啰嗦 就什么意思 就这个香蕉曲线 是由哪两条S型曲线组成 哪两条 ES和 LS 对吧 最早开始和什么 最迟开始 单选 对吧 好 再下面 一般而言 所有工作 当然最迟开始 时间开始 对节约资金贷款利息 有利 同时建立了 下面安安区 中国的保值率 好 这段文字 这句话嘛 我对同志们的要求 咱得看懂 因为有时候 试题书都很灵活 好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作为项目经理 我们安排计划的时候 一般是按照最早时间 安排计划 还是按照最迟时间 安排计划 一般是按最早 还是按最迟 一般都是按照最早时间 安排计划 为什么 追求项目尽快完工 是这个道理吧 对吧 那么有没有按照最迟时间 安排计划的时候呢 有没有按照最迟时间 安排计划的时候 有没有啊 有的 比如说 你没钱的时候 用书面语言来讲 就是作为项目经理 你资软受 你资软受限制的时候 就是你想调用资软 但是领导告诉你 没有 对吧 那么这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 按最迟时间 安排计划 啊 就当我们刚才 举这个例子来讲啊 没钱能做项目吗 没钱 我们可不可以做项目 有一同志说 朱老师 没钱 干不了 这就说什么 这个 就说明啊 思路不够开阔 对吧 没钱 没钱 咱可以借啊 对吧 但借钱可不可以做项目 对吧 啊 那我问他什么 如果我借钱做项目 我这个计划 是按照最早时间安排好 还是按照最迟时间安排好 那当然是按照最迟时间安排好 为什么 因为你按照最迟时间安排 你工作开始的晚 你资金投入就晚 对吧 你资金投入晚 你借款的时间短 利息就低啊 对吧 所以说按照最迟时间安排 是有好处的 能够节约资金 那块利息 但是呢 凡是有利就有弊 对吧 按照最迟时间安排啊 能够节约 你借钱的利息 啊 但是有坏处 坏处是什么 按时竣工的可能性 就小了 为什么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按照最迟时间安排计划 能不能保证项目按时完工 能不能啊 能 但是是有条件的 有什么条件啊 你按照最迟时间安排计划 而且还要求项目按时完工 有严格的限制性条件 就要求我们在施工过程中 不能出现一点意外事件 啊 如果我们按照最早时间安排计划 出现意外事件 我们有工作是有时差的 对吧 你按照最早时间安排计划啊 有时差的 我们可以利用时差 进行调整 对吧 我问他们 我按照最迟时间安排计划 还有没有时差跟你用啊 你按照最迟时间安排计划 那就没有时差可以利用了啊 对吧 所以说只要出现一点意外事件 你就不能按时完工了 所以呢 它按时军工的可能性就小 好 那么这句话呢 在我们2012年 出了个特别灵活的实题 看 我们先来看一遍 2012年的考试题 啊 按进度编制成本计划 若所有工作 终于按照最早开始时间安排 对目标控制的影响 请注意啊 书上写 按最迟时间安排 有利有弊 它考试按照什么 按最早时间安排 这事情是不是特别灵活啊 所以这不是你诏书被能解决的问题 对吧 好 我们一起来看这道题啊 按最早时间安排 对目标控制的影响 哎 工程暗期军工的本人比较高 对不对啊 正确 为什么 你按照最早时间安排吗 我们有时差可以利用吗 出现意外事件 我们可以利用时差进行调整吗 对吧 所以按时军工的可能性就大 对吧 好 B 质量会更好 我就问大家 我们按照最早时间安排计划 按照最迟时间安排计划 和质量有关系吗 和质量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吧 好 C 不利于节约资金贷款利息 对不对啊 正确 为什么 你按照最早时间安排 工作开始的早 你资金投入就早啊 对吧 如果你是借款投入 时间长 利息就高啊 对吧 好 D 有利于降低投资 我问他这边 是有利还是不利 是有利还是不利啊 有的人都想啊 有利啊 还是不利啊 脑壳都想大了 给他说啊 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 你这啥计划呀 成本计划 谁编着的 施工单位说成本啊 对吧 你这是啥 投资 什么人说投资啊 业主方啊 第一章就特别强调的 对吧 这个业主方投资有关系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吧 所以D 对吗 肯定是不对啊 对吧 所以说啊 常识很重要 对吧 我们第一章给大家讲基本概念啊 这个常识 有时候在做题的时候就要用得到 对吧 好 再下面再来段第一行啊 再下面再来段第一行 以上三种编着成本计划的方式 不是相互独立的 实践中 往往将的几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 从而取得扬伤弊短的效果啊 用的最多的是三种方式结合 对吧 这种话呢 单独考肯定考不了 但是可以在综合体里面凑数 所以了解一下啊 好 我们 看个例题 这个成本计划的编制方式啊 成本计划的编制方式 通常都是考其中一个细节 对吧 但是偶尔也出综合计考 啊 就一道题要覆盖一大片地方 我们 来看一道例题 按实施阶段 变成成本计划 恰恰说法 正确的是 A 可以在网络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得到 要利用网络分析的结果 对吧 你按实施阶段按进度编制成本计划 你必须要利用网络分析的结果嘛 对吧 要不然你怎么编制 正确 B 可以利用成本计划值方图的方式表示 有两种表示形式 一种是识标网组图上按月编制成本计划值方图 还有一种是时间累积成本曲线 对吧 所以B正确 C可以利用时间成本累积曲线表示 正确 对吧 D 可根据资金筹策情况 在相交图内调整S金曲线 对不对呀 正确 我们前面是不是刚刚讲到了 对吧 相交曲线 可以由两条S金曲线组成 对吧 这个D是对的 那么 ABCD是对的 这个E肯定就不对了 对吧 E肯定不对 按最早时间安排工作 可节约资金得管利息 你按最早时间安排 按最早时间安排 能够 按期军工的保证率就比较高 但是呢 它对节约利息不利 因为你工作开始的早 你资金投入就早 你借口的时间长利息就高 对吧 所以单选ABCD 那么成本计划这一节呢 我们就给同志们讲完了 这一节啊 在我们教材写的比第二章第一节厚不少 对吧 但是呢 总体来讲 第二章第二节考点很清晰 啊 内容也说不上多 每年有两个单选 一个多选有四分 啊 就这一节第二章第二节 出幺蛾子 出偏难怪 事实的可能性 很小 所以说啊 也是要求同志们 必须要拿分的账金 发 MLP Bus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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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gue